《真》是西班牙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 但是西班牙宗教变成耶稣基督这辈中间最多虚假的 所以耶稣基督多次说 《加玛维赛的法利赛的》 《加玛维赛的文士》 《加玛维赛的律法师》有在乎了 为什么呢 他们知道他们文学 他们文化 他们整个宗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真》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真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再说感情的分量应当要重一点 但是不是装着 不是假冒 不是模仿 是真情的流露 这很重要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这里 因为这里说 子阿 你喜爱公义 你恨恶罪我 他对罪是恨 对意思爱 喜爱恨恶 已经到了感情投入的一个地步了 我们今天对意义的事情如何呢 我们对传飞的事情如何呢 我们对真理的事情如何呢 当你听见两个人辩论真理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溜走 或者你那个时候 就是随便让他们去乱讲 你没有参与 你没有在那里乘机为真理罪行做见证的 你有没有爱真理的心呢 你们恨家里的心呢 你有没有爱依公义的心呢 你有没有恨罪悟的心呢 若是没有 你怎么像耶稣基督 主我愿像你 主我愿像你 怎么像他 头发流长长 有一些hippies他说他像耶稣 为什么 因为耶稣也长头发 他长头发 所以他像耶稣 像耶稣 我小的时候以为 耶稣一定温柔得不得了 所以他就是头发长长 就是多两片呼吸就是了 等到我读路加烧帐 我吓了一跳 耶稣讲道的时候 人彼此见他 要去听他几万人聚集 表示耶稣讲道像狮子一样的 几万个人 没有microphone怎么听 每一次我对几百个人讲道 看见这个东西 我很羞愧 很羞愧 几百个人要用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 不能做传道了吗 彼得怎么讲道 保罗怎么讲道 约翰·威斯利怎么讲道 宋上街在古狼义 对六千个人讲道 没有这个东西 怎么讲道 他说讲道 他们快死 为什么 真情 整个生命投入 我两年前 离开厦门五十年 我是厦门生的 所以厦门是我的家乡 我相信我生出来 第一口气吸进去 就是泡烟 那是抗战的事情 所以到1999年的时候 我不能忍了 我就回去家乡 我去找到我小的时候祷告的山 我去找到宋博士开大奋兴会 全国查经会的英华书院的外面的那个草场 我去一个一个找找找找 想神做起什么样做过 想起中国全中国第一间礼拜堂 Protestant Church 中华第一圣堂是在厦门新节礼拜堂 我去找到 中国第一个神圈是在厦门 这是神特别赐福的一个地方 从厦门出了很多的传道人 出了很多很多神出众用的传道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我去的时候 我看那个草场 怎么可能 宋博士那个时候已经身体很累很弱了 有病在身上 对几千个人他没有麦克罗芬讲到 为什么呢 那个坑切 那个投入 那个玄天上的异象 他不能够不讲 但那个心自在他里面 喜爱 喜爱真理的表现是什么 喜爱公义的表现是什么 你喜爱神的道的表现是什么 你喜爱神的工作是什么表现是什么 你喜爱遵循神的旨意 你的表现是什么 一个人喜爱不能没有行动 如果你爱一个人呢 几万个人在哪里 一下子你看出他在哪里 为什么 你爱他嘛 对不对 人家说爱情是盲目的 我告诉你 爱情的眼睛亮得不得了 谁告诉你盲目的 几千几万个人在 你看看就发现 你所爱的人在哪里 哪里盲目 那个是这个特写啊 不是盲目 那个是掉进的 什么盲目 爱情使你眼睛锐利 使你真正付代价 你找到焦点 你找到中心 为什么 爱 喜爱 你爱上帝吗 你爱上帝的话吗 你爱上帝的职业吗 你爱上帝的工作吗 你爱上帝的教会吗 你爱上帝的耳虐 怎么证明 你那个喜爱 怎么流露出来 当你做见证的时候 从你的口气就知道 你到底是喜爱或者不喜爱 你是当时重要或者不重要 你是真心或者不真心 你是投入或者不投入 你爱上帝的工程 你爱上帝的难 Benson